近期中美航母对抗事件 央视曝光了监阳5 挂实弹逼退美军战机的细节 这事件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对峙 更是中美在西太平洋战略决力的一个所业 展示了大国博弈的复杂性与深层次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 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 更是地缘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全球秩序的重塑 可以说随着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增强 尤其是在海军和空军领域的突飞猛进 这场对抗背后的深层资源因与影响 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舰15挂实弹出击 本身就表明了 中国在面对外部挑衅时的强硬态度 中国近年来在军事现代化方面的投入显著增加 而海军力量则是其中的核心部分 202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已经超过了2400亿美元 这数字让人无法忽视 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防力量的重视 通过提升技术实力和增强作战能力 中国已经具备了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美国相抗衡的能力 特别是歼15的挂实弹行动 不仅展示了中国航空母舰编队的成熟战斗能力 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在战略核心区域的不可动摇地位 天药物的初期不是简单的军事行动 而是一种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信号 它表明中国已经做好准备 在必要时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 中国的舰载机部队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从过去的学习和模仿阶段 逐步走向自主研发和独立作战的能力 这次对抗事件中 舰5舰载机快速反应 挂实弹出击 精准逼退美军战机 这些都说明 中国不仅在战术上具备了 与美国航母战斗群较量的能力 而且在战略布局上已经占据主动 对于美军而言 这事件无疑敲响了警钟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在西太平洋维持着强大的海军力量 其航母编队 更是全球海军力量投射的核心 然而 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2022年全球防务报告的数据 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约50艘战舰 而中国的海军力量则达到了70艘 其中包括航母驱逐舰和潜艇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说明 中国不仅在数量上赶超了美国 更是在质量上逐步缩小的差距 中美航母对抗背后 还有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背景 西太平洋是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 掌握这一地区 意味着在全球经济和军事上占据有利地位 几十年来 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合作 构建了一个牢固的海上控制网络 这一网络不仅保障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也为其全球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感逐渐增强 尤其是在南海东海的频繁巡航活动 美国的海上控制力开始逐渐削弱 这种变化不仅让美国感到不安 也引发了其亚太盟友的担忧 美军建在机在这次对抗中的射退 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强硬立场的一种回应 尽管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在面对中国时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选择 特别是在西太平洋 这个对双方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 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虽心所欲的施加影响力 尖咬五挂实弹的行动不仅仅是一次战术胜利 更是中国在全球战略棋局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全球战略层面来看 中美的这次航母对抗不仅仅影响到西太平洋局势 也会波及到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 美国近年来通过亚太战略 试图联合区域内的国家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然而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崛起 美国在这一战略上的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比如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 近两年来在面对中国的强硬姿态时 显得进退两难 一方面澳大利亚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 另一方面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济上依赖中国市场 这种两难局面也反映了 美国在遏制中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 也是这场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 涌目共睹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 5G技术等方面的突破 令世界未知策目 这些技术不仅应用于民用领域 也在军事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电磁弹射技术为例 中国已经在003型航母上装备了这一先进系统 而这一技术目前仅有美国掌握 这意味着中国在航母技术上的进步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已经达到了2.8万亿人民币 占GDP的比重接近2.5% 这种巨额的科研投入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也为军事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相比之下 美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在近年来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趋势 尤其是政府在科研领域的支持力度远不及中国 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进入缩小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中美的科技竞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 还扩展到经济和产业链上 2023年美国对中国实施了更加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试图遏制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崛起 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反而加速了在芯片设计和制造上的自主创新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 2023年中国芯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40% 比前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 虽然这数字与美国仍有差距 但考虑到美国的技术封锁 这一成就尤为令人瞩目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同样复杂 尽管两国在多领域存在激烈竞争 但在经济上两国依然紧密相连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2023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 依然保持在6900亿美元的高位 显示出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深度 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一体化的今天 任何一方试图完全切断 以对方的经济联系 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对于中美航母对抗事件的未来发展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启示 大国之间的博弈从来都是复杂且长期的 单靠一次军事对抗 无法改变整个战略布局 正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 虽然双方在多个地区进行了军事较量 但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很多矛盾 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美之间的对抗也不可能简单通过武力解决 双方更可能通过外交经济和科技的多种手段 来平衡彼此的利益 尽管我们看到中国在面对外部挑衅时 展现出了强硬的姿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走向扩张主义的道路 相反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和平发展和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知识的多极化发展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和科技变革的大背景下 中国有着更为广泛的战略愿景 那就是成为全球创新和发展的引领者 然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注定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可能会长期存在 美国作为现有的全球霸主 不会轻易让出自己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正如中国政府多次重申的那样 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争端 避免冲突升级 总的来说 这次中美航母对抗事件表明 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正面较量的能力 而这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 也体现在科技经济和全球战略布局的多个层面 未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 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元化 对于全球来说 这种博弈既是挑战也是地狱